哈啰 大家好 我是表弟 表弟叫你简单做 今天我要教大家 如何做一道简单的料理 那就是 港式蒸陡苍 港式蒸陡苍首先一定要的是这个 我们的材料就是一个陡苍 那我们除了陡苍之外 我们还有一些配料 这个料也是 有姜 蒜 青葱 和盐西 那一般上有的家庭是 他们没有一个蒸葛 没有蒸葛就麻烦了 我今天教大家 不用蒸葛都可以蒸出一道美味的港式斗苍 来我们去看看我们用什么方法 好了我们煮一锅热水 热水的话我们就要放少许的油 放上汤匙的油 丢一个青葱下去 青葱 拍姜 再去煮 把我们这个陡苍放下去 我们说水煮陡苍啊 不用蒸葛都可以蒸出一个很滑的陡苍仪 稍微水滚了 我们就把火候关在最小火 最小最小那个 最小那个 那么上面呢我们就有放一层油 那油蒸住它主要是不给它 整个水有透气 那么就整个热度就在那边 那么水温一直保持最小火 蒸它 10到15分钟 蒸了鱼的话呢我们现在要调个调味 那现在我们要煮 刚蒸的酱油 酱油的话 其实一般上我们在市面上我们买了一个蒸鱼酱油 只要以你蒸上来 倒下去也可以的 但是我们以马来西亚的口味 就不同 马来西亚的口味我们 需要去调味 我用蒸鱼酱油 一路为其先来 晶莹的味道 首先呢我们要煮的蒸鱼酱 我们第一个是 250克的水 250克的水 加多一个 这个 盐溪头 你可以放着一点青葱 下去滚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要放一汤匙的糖 糖我们一汤匙 我们调和它 一路一汤匙 蒸鱼酱油呢 蒸鱼史瑶 蒸鱼史油 一 二 三汤匙 那我们这个味极先 我们放一汤匙 如果说你的调色要比较浓一点 可以加一点 黑酱油下去 就是可以加一点老抽下去 给它的颜色更容易一点 我们可以放 三分之一茶食的老抽 水滚它 水滚它水滚的时候 我们就关小火 好了 这个水啊 一开始滚了 我们就关小火 关到最小的火 我们煮五到十分钟 看我们的火 一般上五分钟 就很可以了 我们切一点姜丝 就是待会我们要爆一下姜丝 爆香它淋在那个鱼的鱼身上 烧起了姜丝 我们要煮个蒜米 在那个鱼的鱼身上 好了看看我们的鱼熟不熟 就是一般上我们挣了十分钟过后 你就要去注意了了 我们这个筷子如果可以汆烫过 就是熟了了 我们就拿一个碟来装日子鱼 鱼好了我们关了火 我们把这个鱼拿出来 这个鱼是非常滑的 这个鱼比真的 比清真真的 那还更滑 为什么呢 因为它的温度刚刚好 哇 那这样鱼做好的时候 我们就要准备了 已经爆了差不多五分钟了 我们就拿上来 我们把这个汁淋上去 哇好香哦 这个油 这个小 然后最后呢 我们要爆一个香油 锅热我们放油 我们放姜丝 好香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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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子爆到差不多了 有点金黄色的时候 我们才把我们的蒜米放下去 放下去 加入我们的椒 金黄色了了 好 我们把它淋上去 我们的鱼 哇 这就是非常美味的一个 港珍 就是这一道我们美味的港珍 这一道很美味的 当珍 豆苍 就这样完成了 最后呢 我们会放一些 芫茜葱 把芫茜葱放在这旁边 就整个就生化了 整条一直生化了 希望这道菜肴 你们会喜欢 这一道简单的港珍豆苍 希望大家会喜欢 方法若做对 成功就结对 方法若跟对 美食就结对 喜欢我们的视频的话 请关注我们 点赞 分享 打开小铃铛 谢谢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